入城堡 哦 剛剛說一句話 現在我們走當看到的這些孩子 就是我們在這一整年來 被市政府如現在所看到的那個樣子 有非常多的警察在阻擋我們入內來發表一件 現在這些居民們包括914的時候 有這個居民願意要去聽這案子方案的內容 結果卻被擋在門外的這個照片 還有包括城邦前來 然後一路以來甚至還有這些非常誇張的在市政府門口 出現了大批警力的部分這樣子 好 那我們先監端召開一下今天的記者會 第一件事情我們是認為這個 這個案子方案的記者會打開這樣是有違法的疑慮 因為事實上台南鐵路地下化案的都市計劃案 東區北區的變更台南市區主要計劃的都市計劃案 都還沒有通過 土地徵收的程序也都還沒有通過 換句話說台南鐵路要不要東移 還掌握在都委會也就是非常多的專家學者的手上 那我們不知道說台南市政府現在突然丟出一個案子方案是什麼意思 他是認為台南鐵路地下化的東移 只有由賴慶德一個人說了就算了嗎 那一些的委員說話都不算嗎 所以我們認為在一個827的時候台南市政府 試圖用一個黑箱的方式來召開都委 待會未通知這些居民的情況底下 甚至現在又擠出一個案子方案 是要挾持這個都委會的決議 那事實上非常多的都委都是我們非常敬重的 相關的都市計畫的學者我們不希望台南市政府 用一個先丟出一個安置方案 未審先判的方式然後把眾多的居民擠進去這個安置方案 裡面那這個都市計畫還沒有通過 土地徵收還沒有通過甚至監察院的相關糾正案也正在進行當中 以及行政訴訟都在進行當中 台南鐵路地徵亂有非常非常多爭議 第一點我們認為這個安置方案的座談會 它召開有違法的疑慮這樣 那第二件事情我們必須強調 如現在記者們所看到的這個樣子 台南鐵路地徵亂是橫跨整個北區 東區跟仁德區三個區域 每一個居民不管是分仁德區北區還是東區 甚至是聲援的學生教授 還有等一下可能會來的成大的法律系的教授 都有權利來進行對於這個南鐵案進行聲援 我們認為台南市政府一再的用這種分化的手段 事實上是躲在自己的象牙塔裡面 看不到這群正在反對的居民 我們認為每一個人都有他的人權 人權不是多數學的內容 只要有一個人反對 我們就應該要尊重他 台南市政府第一個不應該召開這樣子 分化型的安置方案這樣 這是我們簡短的記者會的內容這樣 我基本上一直這個堅持一個立場就是 聽證是一個什麼樣是一個精神 什麼樣精神呢就是把充分的資訊納進來 把充分的意見納進來 但是至於說呢 這個結果到底是不是一定會有一個拘束 有一個拘束說讓這個市政府或者是相關的局數 一定要做成什麼樣的決定 其實坦白講 我們並沒有 法律真的沒有這樣的規定說 要 就是說 這個聽證一定要讓行政機關做成什麼樣的決定 所以呢 我一直在講就是說 這是一個精神 聽證目的是要讓更多 本來沒有被納進來的意見 本來沒有被納進來的資訊 可以放進來 那如果就這一點來看的話 就這一點來看的話 法律並沒有阻止 我們去辦張有聽證 那就現在來看 我們真的所有的意義都移清了嗎 我們真的所有的意見都進來了嗎 我也覺得沒有 所以就這一點來看 我也覺得聽證是有必要的 重點是 你到底要不要把所有的資訊盡量揭露出來 那你要不要讓民眾有充分的時間 去接受 去吸收這些資訊 然後真的把他的意 對於這些 這個 這些 市政府的這些 做法 這些方案 能夠呢 來提出他的看法 那你也可以 給他充分的 這個 你充分的去接納他的看法 給他回應 其實如果是朝向這個目標來看的話 說明會 聽證會 或者所謂共聽會 都不是重點 那辦理廠 辦三廠 辦四廠 辦五廠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 你不管你是辦一廠還是辦多少廠 你有沒有達到這個目的 你如果有達到的話 我覺得 縱使是一場說明會 可能會勝過三場 哩哩哩哩的聽證 所以我想還是回到這個 就是說我們今天要求這個程序的訴求是什麼 是不是希望能夠有完整的資訊 然後是不是有充分的意見的交流 但是今天的說明會 如果達到這樣子的話 我們也不用去強調 是不是要叫做說明會 共聽會還是聽證 可是今天如果 這樣子的一個程序 並沒有達到的話 我要講的就是 可能不止四場 五場六場 再多場 可能都有那個必要性 而且重要也不是幾場 而是你有沒有 在制度上面做一些調整 讓更多的資訊能夠被揭露 讓更多意見才這邊被討論 而且也不是說 我問同意見聽 我講一講之後 然後呢 你回去之後 你並沒有去做回應 並不是說 並不是說 只有讓你暢所欲遠 可是呢 我行政已經早已行程 我決定早已做行程 可是你必須要真的 把它納進來做一個考量 行 如果行才納 不行你就給予實質 為應 如果真的做到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那我想 起碼 就我自己 我對於今天制救會 還有學生 對於這個聽證人的訴求 我所理解的是這樣 那如果這樣子的一個訴求 可以被達到的話 我沒有辦法幫你們做決定 但是我要講 我所理解的聽證 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就已經被實現了 還有 我也非常誠摯的希望 不只是對於市政府的一個期許 我也希望是對於制救會 還有學生 來自於說我們在場所有群眾的一個期許 就是 我們可不可以讓程序 真的能夠進入一個實質的一個討論 我們盡可能 我們進所有的 我們各自的努力 我們也可以各讓一步 或者是我們今天 盡量放下身段 我們可不可以進入實質問題的討論 不要再讓那些紛爭 佔據太多媒體的版面 我覺得那一點幫助都沒有 一點幫助都沒有 我今天站出來 我今天站出來 我也是以一個市民 以一個這個關心 我這個號稱文化鎖度的一個市民的一個立場 站出來 我真的不太願意看到 就是說我們還在這種無謂的紛爭上面做打轉 而且我也相信 我也相信 我們這一場 我在之前常會提到 我們這一場 我們這一場 目前來看 他不會是大補案 他有可能 他有那個機會不是大補案 可是接下來 該怎麼樣做 就看我們自己怎麼樣去處理 好 那我想 我就說明到這邊 謝謝各位 謝謝老師的說明 然後 我們今天 給於市政府的承諾是 如果今天這一場的 不管是說明會 公聽會還是任何形式的會議 如果能夠 讓所有人 不是限制居民的意見 都可以充分表達 讓我們 依照正常的程序入場的話 我們絕對不會在場內 做出任何干擾程序的動作 那所以我們想要請問一下 市府的人 是不是能夠出面來回應一下我們的訴求 因為目前我們剛剛有跟警方溝通 警方說他們目前接受到的資訊 就是不能讓我們入場 不能讓非今天 市府選擇 市府選擇的居民入場 所以 是不是能夠 幫我們溝通一下 只有原線拆遷戶的居民 才可以入場 他剛剛說了只有原線拆遷戶的居民 可以入場 現場是拆遷戶 不管你是哪一區的 都歡迎入場 所以只要是原線的拆遷戶都可以入場 所以台南市民只要他 今天南鐵議題是一個公共議題 但是任何關心的台南市民都不能入場 只有拆遷戶 你們才把他們當作所謂的厲害關心人 那台南市民的意見 要在什麼時候才能夠被呈現 被市府聽見 被市府考慮呢 我們可不可以請市政府做出 對我們的疑問做出一個正面的回應 就是說 今天我們要告訴市政府的事情就是 所有台南關心 南鐵地下化這個公共議題的人 都應該要能夠 有充分的意見表達的機會 那雖然市府剛剛是說 他們已經預定說 今天是拆遷戶才能入場 但我們還是拜託市府 有沒有任何人員可以溝通看看 就是不管是學生 還有包括我們今天來深遠的學者 包括任何路過這個地方的台南市民 他今天想要了解這件事情 是不是都可以讓我們依照 正常的程序入場 不要用警察隔絕人民 不要用警察隔絕人民發聲的方式 來阻擋不同的意見 進到